嗨 大家好 今天我想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態度 來談一個比較嚴肅的問題 這個嚴肅的問題就是今天早上 網路上吵得沸沸揚揚的 就是昨天美國的衛生部長Azar 他在總統府面見蔡英文總統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講錯話 稱錯名稱 那麼許多人都講說 他講的是presidency 不是presidency presidency 可是我跟各位講 在從來任何的國際場合 講到總統然後加上他的姓的時候 都是一個固定的 他就叫president t 絕對不是presidency 沒有任何一個國際的場合 會稱呼對方的總統 會稱呼presidency 所以有許多人今天出來辯解這個問題 然後再把這個問題推到國民黨的身上 我覺得這是一種很幼稚的行為 任何人在國際上有這種活動 有這種經驗的人都知道 如果是president Tsai就是president Tsai 絕對不是president Xi 也不是president Xi 這個絕對是一定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不要去辯解 我個人倒要幫蔡英文去講幾句話 因為我覺得 Azhar他來的時候可能是他疲憊了 但是我覺得這裡面 他犯了一個非常大的錯誤 就是說在國際的禮儀上 你絕對不可以稱呼名稱稱呼錯誤 尤其在這麼重要的一個場合 那麼這裡面到底什麼樣的原因 會犯成這樣的一個錯誤 我覺得大家必須敞開心心去看 我就知道Azhar可能是累了 可能是疏忽了 可能在這種場合裡面 他覺得很順口地講出來 因為我相信 他們講president Xi的這個時間 覺得比講president Tsai的時間要比較多 所以一直恍神了 我覺得這是可以原諒的 但是我覺得在日本的前任首相 跟美國的衛生部長來 蔡英文總統的確在這裡面 都失去了一些國際禮儀的標準 日本的前任首相 其實他的位置並沒有那麼高 他已經是卸任的 但蔡英文對他是非常的客氣 那我講客氣算是好話 難聽的有一點卑躬取其 做一個中華民國的總統 其實不必要 也不可以這樣卑躬取其 那對Azhar昨天一開頭稱呼他的錯誤 他其實也可以開開玩笑 他可以輕鬆地提醒一下 可能在這個狀況之下 可能他比較辛苦一點 他累了 我覺得都可以啊 那其實這個Azhar他其實在昨天那個場合裡面 他也可以很輕鬆地開玩笑講啊 他說我可能是某種的理由 然後在發音上可能會造成一些誤會 所以我現在重新再講一遍 President Tsai 就解決了嘛 這其實在國際上是一個很常見的一些 因為自己的口誤 然後去做一些修正 我覺得這是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那你會不會說 周錫瑋你懂什麼 你憑什麼這樣講話 其實我跟外國人工作跟打交道經驗已經很久 那我們自己從過去做省議員立委跟做縣長 甚至在外商公司做事 我們自己都對於這些方面 我們自己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這是在國際上大家都非常在乎的事情 所以這個東西是行之有年 在所有國際上大家都非常清楚 你在稱呼一個國家的元首的時候 你絕對不可能會發音錯誤跟造成口誤 但是如果真的發生的話 我覺得你就要用很幽默的一個方式去道歉 然後再改過來 我覺得這就是一件應該做的事 但是我也提醒大家 在昨天這兩個場景裡面 美國跟日本的代表 其實都表現出來一個非常錯誤的態度 這個態度就是覺得自己很大 我只點到這裡 他們覺得他自己很大 日本的前任首相可能是年紀比較大 但基本上他對我們中華民國總統的態度是錯的 完全的錯誤 完全的錯誤 你不可以在國際的這種場合裡面 這樣的失態表現出來你的傲慢 那美國的衛生部部長來這裡 我覺得他的政治意味太大了 就像我講的 我們希望跟美國能夠有疫苗的合作 我覺得這是最優先的 其實你說美國人到台灣來學習 我們這樣的防疫怎麼樣的成功 我覺得那都是一個空話 不要再夜狼知道 那美國本身的失敗 他真心誠意會想跟我們學什麼嗎 但是美國有這麼多的病例 美國對於疫苗上的這個加強的開發 研發 然後製造生產 我相信是美國第一藥物 既然要來跟我們談合作 就應該談美國的防新冠肺炎的藥物出來的時候 我們台灣能夠馬上分享得到 我覺得這才是第一優先的 我已經在前面就講過了 而且我看到街機裡面 好像應該有詹綺賢在裡面 詹綺賢也是一個疫苗的生產公司的負責人 那我相信應該會有談這個事情才對 為什麼我們沒有看到這樣的訊息出來 反而是Azar去稱呼 蔡英文總統稱呼的錯誤的事情 變成最主要的焦點 我覺得這種的焦點其實是錯的 焦點應該是新冠肺炎的疫苗 如果出來的話 美國人要跟我們趕快的分享 讓我們趕快拿到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我在這裡也要再講 我們的對立跟我們的口水戰應該停止 我們應該實事求是 尤其日本人應該對於他當時 因為挑起戰爭 割據台灣 在台灣所做的一些錯的事情 他必須要有一個反省的心 我覺得日本人該做的是這些事情 那日本人的前任首相來台灣 跟蔡英文總統見面 所表達出來的態度 是我不能認同的 我也覺得民進黨現在的網軍 現在所有人出來解釋 甚至還找一個口意的十年的專家 我覺得你也不是專家 你不是專家 因為你根本胡說八道 你到國際上去告訴任何人 人家都會說你說錯 我覺得這種方式 再回來攻擊了國民黨 我覺得更大的錯誤 再給國民黨再戴一個帽子 說我們跟習近平有多好多好 我覺得都是錯的 各位 任何一個國家的元首首相 見到習近平的時候 都是講President Xi 你去把所有的影片調出來看 所以既然口誤發生了 我覺得就改正過來就好 那不要用這種議題 再去抹黑抹紅國民黨 我覺得這種幼稚的行為 就是在台灣造成我們政治風氣 一直退步的原因 我今天在這裡 我就希望用一個持平的態度來講 那我也希望我們好好的加油 現在既然有一個開拓國際關係的機會 也開始了這樣的一些工作 我們大家就去齐心努力 讓我們的國家能夠被國際上看得到 也讓大家能夠團結在一起 不要再繼續的攻擊彼此 那我更希望我們的國家走向一個真正的民主 法治清廉有效 有效率的一個政府 這才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謝謝大家